NK 歡迎收看無綫7時半一小時新聞 我是黎在山 今晚的主要新聞由 政府推出香港夜奔奔活动 推动夜经济 多项娱乐活动和优惠致出年初 餐厅食事想配合夜经济 但请人仍然难 石澳道在鸿雨中摊塔范围扩大 要局部风楼 出入只可以坐小巴 来到这段路更加要下车行 详细内容 政府推出香港夜奔奔活动 宣布多项娱乐活动和优惠 关仔、观塘和西环海滨 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 包括美食和手讯摊位 音乐演出、无人机表演等等 各个商场也将会举办夜市 和大达地活动 油麻地妙街金田第四季 将会举办特色市集 将会加添装饰和美食活动 汉民住核下的艺术馆、科学馆和太空馆 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 将会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10点 明天开始 文化中心露天广场、维多利亚公园等 会举行中秋彩灯会 港铁也会在中秋节当日至11月23日 乘客有午饭在10点半之后出习 车程可以免费一次 各个器院会提供休闺 部分长次的票价50元 个别院线的午夜场35元 另外11月中至明年1月 将会向旅客派发价值100元的 香港夜享乐消费圈 有餐厅和饮食店、饮品店就说 会响应香港夜宾分活动 延长营业时间 也会推出优惠 饮食界代表就相信 政府措施会维持一段时间 茶餐厅是港式饮食的标志之一 不少旅客来香港都会慕名当沉 这家茶记疫情之前 最迟凌晨2点才关门 服尝之后 晚上10点就收铺 经济差就 夜晚尤其8点后的餐厌 那些都未必是一些必需品 例如是宵夜或者娱乐性质 消遣性质 现在来的游客不是一些很高消费的游客 而是一些比较懂得深度游的游客 他懂得根据网上的方法 去找一些目标的餐厅 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过往不够营业 即不够生意的时段 就早些生意 令到同事、前线的员工 可以集中力量 做些比较旺的时段 响应政府推动夜经济 餐厅即日起延长营业时间到午夜12点 员工会帮忙加班一两个小时 又会推出多项优惠 包括星期一至星期五 晚上8点就提供宵夜优惠 希望可以多一至两成生意 做生意大致 如果你越没有就越缩 起码都去到年尾 一季看看如何 農曆新年 最终可能夜经济的效力 又会得不诚实 没得害怕的了 你不做一定没有 做了可能有 饭前饭后 不少人都会买首遥饮品 旺角闹市这间饮品店就说 亦都会开始迟些收铺 但要请更多人搜 晚上之后的生意 一直是做到收工 都是不停的了 很多时我们到晚上 我们关门了 有些客人都打电话给我们 可不可以帮我们留着一杯 他就过来拿 通常我们都会等他 五分钟、十分钟 现在的人手都是刚刚好 如果你真的说要退迟 月薪那些就固定了时间 在part time方面 我们都会请多一点人手 饭食格立法会议员张宇仁就说 政府多办活动 业界必定会实惠 出去看看烟花 看完烟花 他们都拍完照 都要吃点东西 买点东西 所以这些就是正正 是整盘的计划 这个也不是说 搞三天 搞一个礼拜 或者搞一个月 他相信除了饮食业 零售、商场、运输业等等 也都会配合政府 搞好夜经济 母线设计 齐一流传玉 有酒吧业界说会推出特色酒吧团 希望吸引不配酒吧的人消费 而商户和商场都延长营业时间 并且提供救物优惠 希望吸引顾客玩夜一跌 要重现不夜城 希望市民和游客多些夜间消费 提振经济应该从何着手呢 过来发个朋友圈 发个抖音这样子 应该就是说 夜市的推广就是对于外地 像我们大陆过来的 这种群体的共性比较大一些 只是鱼蛋烧卖 我觉得都没什么吸引力 我希望加点烧烤的 品尝小食之外 不少人都想享受微分时光 有酒吧业界说 平日大多数客人只会逗留至午夜 就没先会惹一些 会推出酒吧团 吸引顾客去到不同酒吧消遣 包括尖沙咀 铜鲁湾 湾仔 中环 旺角 这五区都会每一个行程 会有三个点 如果三个点 就是可能带他们去一些 不同类别的酒吧 可能有一些香港特色的手工啤酒吧 还有也会带他们去一些 可能一些咖啡拿奖 还有那间酒吧 是很多很值得打卡的咖啡的酒吧 是尖沙咀这个主打艺术 和潮流的商场 这间售卖潮流用版装饰店 疫情至今闲日九点就关门 周末延长一个小时 为着响应夜经济 下个星期开始 周末分别延长多一次个半小时 从周五和周六 很多客人吃完饭都会过来走几个圈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货品 买完才回家 游客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都相信如果我们可以开车一点的话 游客可以走久一点才走 都可以增加我们的销售额 另外尖沙咀商场月初开始向顾客提供救物和泊车优惠 人流稍微增长大约两成 未来会举办更多音乐表演 又说有大约两成店铺会延长营业时间 如果我们跟很多商场的餐饭里面谈 8点入座是否有优惠呢 如果有优惠的话 它都是做多一段 做多一个时段的收益就完全不同了 有餐饭的话 自然吃完饭的话 自然去引导其他零售 即是吃完饭 或者等入座的时候都会四处走 我相信会以餐饭为主 部分零售的配合 他认为政府可以在尖沙咀等旺区 加强装饰布置 被市民和游客觉得街上灯火通明 更有意欲在夜间消费 毛鲜迪士记者邓杰盈报道 转看下 早上一场暴雨 令到石澳度坍塌范围再扩大 全线一度再次封闭 还不开始有限度重开 只是限小巴行驶 去到受损的路段 乘客更加要下车 徒步行大约100米 预计晚上9点可以被轻型车辆通过 石澳度近烂泥湾的一段 在上个礼拜黑雨大面积坍塌 临时修补物料早上被大雨冲走 令到坍塌范围扩大 一度全线封闭 去到近中午又限度重开 只是限来往石澳和沙基湾的红色小巴 和政府车辆紧急通过 不过小巴乘客要中途下车 徒步行大约100米 被小巴减轻负重駛过路段 之后才再上车继续行程 唯一出市区的路再次出事 有石澳居民一而错过覆诊 有学者估计土壤有积水加上再下雨 令到路段再度坍塌 短期只能够靠再噴漿補救 长远要加多些泥钉 减少隧道流失 下雨降了之后 大约就是四成 就会在表面上流走的 有六成就会进去泥道 令到泥的扩展能力 即是凤塌的能力就减低了 那里塌的斜坡位置 当局说继续抢收 争取在礼拜五上午六点 恢复城巴九号线 用单层巴士来往石澳同哨计划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天不道 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雨警告 四个半小时 其中东区南区和九龙城区最大雨 全日制学校和上午校停课 客午校就照常上学 而渠务署收到三宗水震报告 一度低压槽为华南沿岸 带来大罩雨和雷暴 尖沙咀落市佛台 有26米长的吊臂倒塌 吊臂的底座整个翻起 压向对面的大厦 对出餐厅的严重和宣传板也损毁 多区再次水浸 侧如冲英皇道附近有水不断从山间涌出 经行人楼梯流向路面 上星期黑雨期间严重水浸的柴湾环 湾翠邨停车场早上再浸 水深刚浸到私家车车底 冬区走廊来回一度因为积水 部分行车线封闭 天文台凌晨近4点才发出黄色暴雨警告讯号 到5点55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讯号 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停课 但仍然有家长和学生出门 校服都湿了 因为其实要上班 但有小朋友不能上学 学校特别有措施 都召开给小朋友拖鱼 红雨可以取消还是要召上 暂时未收到消息 现在滞留在一度吗 在找老师 亦有市民冒着雨出门 去覆尘 我出的也开的 黑雨才不开的 红雨也可以的 多区都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 港岛北角 大潭和九龙城最大雨 累积达到150至200毫米 华南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 不时都有一些强雷雨的发展 如果我们看雷达的影像 就看到一些雷雨区 是由南向北移向香港 天文台到近中午取消所有暴雨警告讯号 预料未来一两天继续有咒语和雷暴 无线电视记者 黎卫尔报导 休息回来回看 人民银行明天开始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25点 又回看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大卖 欧盟启动反补贴调查 中方批评是保护主义 回来新闻时间 人民银行宣布调低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 今个星期五相靠 今次下调之后 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大约百分之七点四 银行表示 当前经济运行持续恢复 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社会预期持续改善 而为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而作出降准的决定 银行又表示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保持信贷合理增长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与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更好地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市场相信 今次的降准可以释放流动性 大约5000亿元人民币 分析认为 内地经济疲弱 加上民营内房的问题仍然未解决 相信中央会继续有宽松政策出台支持经济 欧盟将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中方表示高度关切和强烈不满 批评是保护主义行为 将会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生产的电动车 不单止在内地大卖 亦都畅销海外市场 据统计去年中国出口 至欧洲的电动车达到54.5万部 按年增加9成1 今年头7个月已经有超过45万部 在去年全年的8成2 不过欧盟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 展开反补贴调查 以决定是否作出惩罚性的关税 保护欧盟汽车製造商 彭波说税率可能接近27.5% 与美国现在的关税水平看齐 中方批评欧盟采取的调查措施 是保护主义行为 商务部敦促欧盟开展对话初商 为中欧电动车产业共同发展公平 欧盟的保护措施也会令欧洲的经济受影响 Cat指数跌6点 德国Dex指数跌29点 大谈鸿山半岛山力倾石 当局今日持法庭首令 进入74号屋调查有没有潜劫 早上有地政总署外判工程人员的车 进入鸿山半岛 亦有多价挂上政府AM车牌的车 驶入屋苑 鸿山半岛上星期暴雨后发生山力倾石 揭露鸿山半岛70、72和74号 三间独立屋未经许可占用政府土地 当中70和72号确认有潜劫 而74号屋业主不让屋与柱人员 出任怀疑有潜劫的地方 厨方昨天申请到法庭首令 今日入屋调查 发展商减价促销 刺激近两个月的车位交投 升至大约一年的高位 不过有投资者就认为 利率高企蚕食车位投资回报 短期之内都不打算入市 楼市持续淡症之际 近期的车位买卖中数 走势却逆市上升 以七八月为例 车位注册量都有超过730宗 是13个月以来高位 主要受惠则如冲一个老牌屋苑 发展商早前减价三成 促销车位 售价低见130万 成功在几个月内 沽出600多个 套现近10亿 面对持货几十年的发展商 都决定减绑套现 有涉足车位市场近10年的投资者 今年起都暂停投资车位 非住宅物业车位成本 可能超过五厘六厘 还是有机会再加一两次利息 利息的成本 盖不了租金回报 也会减弱投资者入市的意愿 再加上非住宅物业车位 例如放宽案件也是一成 对于很多想入市的投资者来说 其实不是很吸引的空间 另一个本地大型发展商 近期都决定跟风 减价推售旗下屋苑的车位 由上车盘百多万一个 到港岛豪宅近四百万都有 政府早年已经为车位设立 近期又放宽相关案结成数 但分析认为吸引力不大 息口持续高企的情况下 由现在到年底 我相信如果你没有说 即是一锁锁拿出来出售 我相信车位的成交会持续萎缩 至于已经入市的投资者 尹志堅认为 现在不是套现的好时机 车位业主可以考虑长线放租 无线电视机制一图进文报导 北韩领袖金正恩继续访国行程 将会参观航空设备工厂 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朝中社报导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接受邀请访问北韩 将会是普京继2000年7月后 第二次出访北韩 俄方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下个月会访问平洋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 在沿东地区的东方太空发射场 会五访俄的北韩领袖金正恩 是他们继2019年之后再次会谈 塔斯社报导 两人的大范围会谈 一对一会谈 并共进午餐 整个过程长大约五个小时 北韩官方朝中社报导 会谈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台街 双方同意持续深化战略关系 攜手维护国家主权 报导又说普京已经接受金正恩邀请 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北韩 重新将会坚定不移 延续两国传统友誼和历史 将会在普京继2000年7月后 第二次出访北韩 金正恩同日也都在普京的陪同之下 参观东方太空发射场的设施 普京说金正恩对火箭技术 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尋求在航天领域发展 俄方在两人背面之后说 俄罗斯和北韩的全方位关系 包括军事技术合作 和安全方面的意见交流 俄罗斯传媒认为 普京会勿金正恩是要向美国和他的盟友发出讯号 等美国、南韩和日本明白不要试图发动军事挑衅 金正恩还会访问阿牧尔河半共青城 参观军民两用的航空设备工厂 然后到海参威参观俄罗斯太平洋艦队 对于俄罗斯和北韩可能达成军事上的合作 南韩总理韩德珠表示担忧 认为北韩发展导弹 对东亚以至欧洲造成重大威胁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比就说 正密切关注两人动态 如果俄罗斯和北韩达成任何新的武器交易 美国会毫不犹豫对两国实施更多制裁 而在北京外交部说金正恩访俄 只是关系到朝俄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影响中朝关系 无线日视记者何英桥报导 日本身外相上穿羊子在就任记者会说 会继续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同时会保持跟中国对话解决双方分歧 对于中方早前说中日双方要管控矛盾分歧 推动构建稳定中日关系 上川杨子回应说 构足建设性和稳定的中日关系 最重要是双方都要努力 它会维持岸田政府一贯的外交方针 处理两国关系 南韩铁路工人由星期四早早开始一连四日罢工 这次是南韩铁路工人双隔近四年再次罢工 有大约13000人参与 预计客货混列车班次会减少两成至六成 铁路工会的诉求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环境 也希望将旧高铁KTX的服务 延伸到首尔东南方的水西站和新高铁SRT连接 解决座位不足的问题 令票价更合理 铁路工会在上个月底投票 有百分之六十四点四的成员赞成罢工 国土交通部已经安排替代人手 将列车开行数量维持在平时的百分之七十 尽可能减少民众出行的影响 休息回来还会有《时事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北京文化论坛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志何迅 表示中国将会更好发挥北京历史古都 和全国文化中心的优势 加强和全球各地文化交流 由朱北京记者陈卓康报道 一连两日的北京文化论坛 由中宣部以及北京市政府等主办 主题是全城优秀文化促进交流合作 中宣部部长李书女在开幕礼上 宣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 习近平说中国将会更好发挥北京 作为历史古都和全国文化中心的优势 加强和全球各地的文化交流 共同推动文化繁明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 文明交流互监 踐行全球文明倡议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支持说 中央将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 我们将同国际社会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 推动人类文明不但发展繁荣 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埃及、希臘、泰国、葡萄牙等代表 亦都分别致辞,说愿意和中国加强文物保护、非维、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今年论坛是自疫情以来首次恢复在线下举行 有超过600位文化艺术界代表、中外政要及机构负责人出席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聪康报道 福建将会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 推进两岸合作往来 国家法改委表示福建已经具备足够的工程技术 会争取早日建成跨海峡高铁到台湾 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前发布文件 支持福建省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 推进两岸合作往来 文件提到要在福建构建立体式综合对台通道枢纽 国家法改委说福建已经具备连接 两地高速通道的工程技术能力披露计划 或者涉及跨海峡高铁 当前两岸各界对两岸基础设施直接联通 期盼已久 我们要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实现两岸民众坐着高铁 轻松跨过台湾海峡的梦想 国务院文件中的21项措施 以多项和推动敏台经贸融合有关 被问到如何吸引台商参与福建营商环境建设 当地政府就说会加强破除隐性壁壘 为台资企业等提供公平透明 可以预期和竞争力强的投资环境 持续引导台胞台企 共同参与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 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终心希望更多的台胞台企 放心来福建 安心募发展 当局亦都将会持续加强 物流、宣扭等重大基建建设 同时对推进两地融合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行业领域 推出放宽市场准入的特别措施 另外希望加强两岸能源领域合作 向台湾大规模输送绿色电力 无线电视机制 陈雪仪报道 陕西西安一间大专院校 去年遭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起网络攻击 据报有关部门已经锁定涉事美方人员的真实身份 资料会适时公布 参与国家多个重点科研项目的西北工业大学 去年遭到网络攻击 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间谍软件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经技术分析判断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元件 是网络间谍武器 针对防火墙网络路由器的网络设备 漏洞攻击工具一并使用 一旦漏洞攻击成功 攻击者成功获得了目标网络设备的控制权限 就可以将这款网络间谍软件 植入到目标的网络设备中 从而实现对目标网络中 主机和用户的长期窃密 同时还可以作为下一阶段攻击的前进基地 专家说这款美国间谍软件和衍生版本 仍然在全球过千部网络设备中隐蔽混行 而美国国家安全部也远程控制多个代理伺服器 主要分布在德国、日本和台湾等地 专家又披露这款软件适用范围比较广 可以配合不同恶意软件 进行复杂的网络间谍活动 而调查近日也随得突破进展 当局说会适时通过媒体公布 相关人员的身份资讯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中国和越南公安部昨日在北京举行 第八次合作打击犯罪部长级会议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小雄 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公安部部长苏林 共同主持会议 王小雄表示 中越公安部自上次会议以来 以维护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上合作 中方愿意和越方深化政治安全和网络安全合作 推进各层级交流合作 加强打击犯罪务实合作 提升执法能力 苏林表示 愿意加强两国执法高层交往 深化各领域执法合作 上方又共同签署 中越打击跨境赌博合作量解备忘录 广东贸名近日有多条鳄鱼 在暴雨期间从养殖场逃脱 直至星期四下午捕捉了其中的44条 暂时未发生鳄鱼咬伤人的事件 当地政府正加紧搜捕 丹州仍未确认逃脱鳄鱼的种数 广东贸名上个周末起持续下暴雨 多地严重水浸 望南区这个鳄鱼养殖场 有围场被洪水冲毁 形成两个缺口 部分鳄鱼由这里又出羊殖场 当地政府部门接获报案之后 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到场 用铁丝网封闭缺口 避免更多鳄鱼走掉 由当地居民上载片段 说民居附近见到鳄鱼蹤影 中英电视台就引述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说 事发的时候 场内一共有71条鲜狼鱼 其中两条属于幼年 而直至星期四 下午3点已经捕获44条鳄鱼 至于到底有多少条鳄鱼走掉 就要等鳄鱼池完全抽干之后 才可以清点 当局已经调派多架大型排水车 加快排水工作 为了保障附近居民安全 公安、消防等过千人参与搜捕 同时呼吁附近的村民 不要靠近和搭入养殖长鱼 近水域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时事中国》先看到这里 来到最后一致新闻 消委会调查22间航空公司的旅客行李遗失 或者损坏赔偿方法 条款不一 部分更加无按国际公约要求赔偿 开开心心去旅行 但到步之后 发现行李不见了 或者行李行李损损 不少人会向航空公司索尝 消委会调查了22间往来香港的航空公司 全部都说如果行李没有送达 接受旅客补救日用品或者衣物 实报实销 其中亚洲航空 泰国国际航空 和新西兰航空条件高些 行李要延5超过24小时 日用品消费才可以报销 另外12间航空公司 除了实报实销之外 更加提供额外一笔过的现金津贴 由237到1177元 不过如果涉及的是返回原居地的航班 因为认为旅客已经有足够的衣物或者日用品 有12间航空公司说 会拒绝相关的报销 只有两间航空公司会继续补偿旅客 至于计创行李箱损坏 15间航空公司说会尝试维修 部分说如果没有办法整好 会金钱补偿 有3间航空公司就表明 如果行李箱的扶手或者个车受损 不会承担相关责任 但消委会说根据国际公约 航空公司要为国际航班旅客 行李损坏或者遗失负责 包括这些部件 任何在免除承认人责任 或者降低公约规定的责任限额的条款 都是属于无效的 所以消费者可以引用相关理据 要求航空公司作出合理的赔偿 否则可能有违公约规定 消费会提醒旅客记仓之前 可以为行李拍下照记录 二税和贵重的物品就要首提登机 也要留意航空公司 申索要求和时限 无线事记者在辆转肉片 印尼表示雅曼高铁 将会延伸到试水 当年曾经和中国镜头雅曼高铁工程的日本 就表示对延线项目没有兴趣 主要担心混合技术未知是否可行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 星期三到位于雅加达的哈利姆站 视察雅曼高铁项目 并首次亲身乘搭列车 到西爪华省帕达拉廊站 佐科维多多说 列车达到设计最高时速的350公里的时候 他仍然感到十分舒适和安稳 对项目表示满意 又说希望项目能够舒缓 雅加达至到曼隆的交通压力 在北京 外交部说 期待雅曼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之后 印尼民众出行更加方便 进一步释放当地经济发展潜力 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 雅曼高铁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 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也是中国和地区国家共商共建共享 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成功范例 将有力提升地区互联互通发展水平 雅曼高铁连接印尼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曼隆 全长142公里 耗资73亿美元 折合大约570亿港元 由中国和印尼合资设立的高铁公司 負责建设和运营 对于印尼政府早前提出将雅曼高铁延伸大约700公里 去到第二大城市东爪哇的市水 助科维多多说 当局正研究并计算沿线项目所需的费用 暂时未有时间表 但是当年曾经和中国竞投雅曼高铁工程的日本 就说对沿线项目无兴趣 雅加达邮报报道 日本内国公共事务秘书四方径之说 由于目前的雅曼高铁路段 全线采用中国技术和标准 未知混合技术是否可行 或者会将问题复杂化 又说日方对中国铁路技术并不了解 所以担心混合技术将会损害日本的品牌声誉 外界就预料中国将会继续负责沿线项目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乔报道 7点半新闻报道结束 再会 大家看见 未经许可不过 在这里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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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路 一路 一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